刘仪为了得到钥匙 便纵身一跃 跳进龟虚体内 解救卫西 刚进入的刘仪 就看到了内部世界的手里 在刘仪自由落体 还未落地 领主便操纵粗大之干弓向刘仪 刘仪便提导砍断之干并感慨到 这个领地范围内 不会都处于他的攻击范围吧 这还怎么打 就在刘仪还在感慨的时候 便被领主一招打中 急速坠地 这时只见领主悬空飘起 召唤粗大之干一起 颠打着刘仪 震起了滚滚的尘烟 刘仪这时只有招架防御的份 之间血量不断下降 刘仪不断用修复技能 给自己加血 刘仪意识到 如果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要挂在这里 就在这时 刘仪收到一个消息 抗抗 然后立马振奋起来 提刀硬抗 只见一个身影 快速跳跃穿梭 快速接近领主 正式卫西绕到领主身后 用出了自己的技能 柔静 解性 被技能命中的首领 猛然扭头 这条便攻向魏西 魏西灵巧地躲避攻击 冲到刘仪跟前并喊道 走 随后两人来到了安全区 两人都彼此谦虚地互相道谢 随后刘仪问道 我们要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不会是解决这个领主吧 魏西遗憾地回答道 恭喜你 你猜对了 我尝试过各种离开的方法 甚至是从这个碎片领地的边缘往下跳 然后会重新出现在这里 这才发现 这里有这么一小块安全区 虽然出去这里 会遭到领主攻击 但是也没有你刚才那么夸张 那么远的距离就开始进攻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了 看到魏西如此打去她 刘仪也是一阵无语 随后魏西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这样也好 你可以当作诱饵吸引领主的注意力 我有个技能 解心 只要命中目标三次 就会给她挂上状态 就可以解决她 现在已经两次了 只要再命中一次就可以了 刘仪听后陷入了思考中 与此同时 在闺须之外的两人 经过再次确认 刘仪进入闺须后 两人打定灭刘仪的主力后 便一起跳向闺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